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警台 来到我们即场交资有问必答的环节 如果大家在投资上有什么疑难,快点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来到ask at bsgroup.com.hk 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嘉宾 他就是来自我们要财政院的研究部分析员王伟豪先生,Rafi Hello Rafi,你好 你好 Rafi,看看现在大事的表现 恒生指数现在升近199点,做23,359点 成交方面有161亿 国际指数方面,升近98点,做12,948点 而即月期指方面,升近242点 暂时低碎149点,报23,213点 成交量有21,000多张 不如我们立即接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先看看Rafi 喂 是 你是钟先生 是 你好,有什么想问Rafi 是,我想问一下1157的 我平均价格大概是21.5元左右 8架 想问策略 如果说到1157中联重科,前景上可以看得挺好的 因为一直以来都会说 今年落实的保障住房来说 都有成一千万套 相关要的基建设备等等 需求里面一定不会少 再加上1157在内地的市占率 都叫做紧随三一重工之后排第二 市占率来说比较大 相对规模上,相对二格能来说 全部都会比较有优势 所以这方面基本因素上一定是看得不错 但是近期来说跌势比较急了 最主要当然 一来 虽然说刚刚5月3号出的首个业主来说 叫出得挺好的 按年中升了一倍多 但是为什么近期的势比较差 当然最主要说到一方面 近期基金上的减持 因为之前来说 他之前持有的威廉队基金里面 相对有减持行动 再加上来说 看回整个走势来说 的确会见到之前的女资升幅比较过大 你说见到上市到现在来说 一直以来都算是稳步上扬的 走势来说也算是挺漂亮的 但是去到这些高位之后 借近23元的时候 你会见到再冲不破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顶部里面 形成了一小时的十字星之后 就叫反复下市的位置 但是你说现在来说 叫做跌势传定尾 我暂时看下 暂时可能叫做初步看回技术走势来说 会觉得是稳稳定了 因为来说也是上星期五的时候 最后就收了十字星 如果你看到今天 今天如果有一枝羊竹 向上的话 明显意味着 转向的形状已经开始漸漸浮出来 但是除了今天要出一枝羊竹之外 我会觉得在这两天最重要 快点站在50天线楼上 即是大概20元楼上的税位 如果站在20元的话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 如果站在20元的话 初步上网当然会在买入价 可能有一个半的位置 但是相反 如果今天是收之阳足 但是未来这两天 仍然受制于50天线的话 即是冲不破的话 我觉得下一个支持位 可能要落到大概19元这边 如果19元都要失去的话 我觉得初步来 可能要先做指示离场 会是稳定的 好啊 麻烦你Ruffy 钟先生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 谢谢 多谢你的电话 好 Ruffy 不如继续解答 一位陈小姐的电邮问题 他就来问515达进晶电 他就说 本人3.66元买入了达进晶电 现在现价是3.95元 暂时升幅是1.5% 正在升6仙 他是想问前景 以及是否应该继续持有 如果你说达进晶电515 最主要是一个电脑设备 或者LED灯 这些相关的科技股份 你看到近期走势 就不用多说 非常之好 如果你说这一只股 之前可能是3.55元买的 当然就不用太担心 什么位置去指示等等 现在看什么位置去指站 或者整只股份的前景 如何看 由于达进晶电 整只股份前景来说 的确相关是可以看好一点 因为 LED的一个需求 或者买卖来说 现在来说越来越普及 你说可能 環保的概念也好 或者相关省电等等的概念也好 相关用LED灯 或者等等的需求 是会持续去到上升 所以你说整体上面 前景上面一定是可以看好 但是如果看整体走势上面 你会看到 就是刚才也说到 就是近期来说 走势非常之强 你会看到大概4月27日左右 由低位挨近 就是3元左右的启动 短短可能7至8个交易日 就刚刚恒指跌这8天左右 就已经升到4元这些水位 就是恒指这8天里面跌 它这8天就是这样升 所以很明显 它在这一段走势来说 比较大市为止强很多 而且在技术走势上看 之前10天线升穿完50天线之后 今天也会 即是接近20天线 又会再次升穿50天线 形成第二个黄金交叉 我觉得 未来还有机会 是有个上网空间 我觉得未来 如果再上网的话 可以先上网回 大概4.3至4.4的区间 但相反 始终是3.5多万 比较低的价位 我觉得如果短线上网不到 如果短线上网上升 过急之后有个回调 先放回指站位 可以放到大概3.8的区间 因为3.8就是之前3月4日 左右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拉回到横线 刚刚大概是这个 早前浮沉了几天的一个价位 如果短线上网不到 先做个指赚来场 谢谢Rafi 另外也想解答一下 张小仔的电邮问题 他留意到1299有邦 现在是在做27.2 升幅也不错 有2.64% 暂时升了7毫指 也看到这只股份 它不断创新高 52周的高位差不多到26.8 而看到图表也做得非常漂亮 想问一下Rafi 你对这只怎么看 如果说到有邦方面 的确来说 如果粗略说的走势 真的非常漂亮 如果说整只股份的基本因素 或者为何近期才这么急 当然基本因素上 看得不错 因为虽然没有公司方面 负债比较多些 但相对比较独立 再加上 它在亚洲 亚太区方面市占率 或者规模上 可以说是数仪比较大 所以这些市场等等 全部的业务的增长 前景上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整个基本因素上 是叫做不错 至于为何近期来说 升得比较急 当然来说 近期炒作的因素 除了之前说的 可能业绩出得比较好之外 亦正在炒作一个星期四 一个恒指方面的贵度检讨的因素 有些消息都传 未来会有机会 可以立入恒指成分股 成为染难一部分 如果真的这样 很明显这几天 已经相关了 已经连续出了 几支大洋竹 去炒出来 但如果你说 我会觉得有没有机会 入恒指成分股 当然来说 有帮人入的机会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但是不是这次进入的话 可能这方面有些时间性的问题 因为相对要入恒指成分股 除了市值够大之外 亦都要上市最少半年以上才可以 市值方面 有帮当然是 如果只算排名 都排十名 即是排十名以内 所以市值来说 就一定够大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前方来说 是去年11月才开始上市 好似乎恒指公司方面 是什么时间去折一个贵度的截数 如果你说真的 可能是截数时间的问题 令到有帮未必去到今次 验到蓝 不排除 未来星期四之后 有个借势回调 如果真的未有货 不论未来星期四 验蓝与否 我都会觉得不要说 严加还是入市主 因为来说 无论到时真的进不进 我都会担心 可能投资者 亦都会出货 如果不好 那就更加沽压更大 所以我觉得暂时要沽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以后借势调整 落到大概25.5厘位置 才做考虑上车 才为之上船 因为始终现阶段星势的确过急 好 谢谢Rafi 建议观望一下价格 可能回落一点 才追入 大家就不要走开了 稍后回来 仍然有我们职场教育资 要问必答的环节 各位观众 欢迎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传电邮来 去ask-bsgroup.com.h 现在看看恒指的走势 恒指指数现在升210点 是报23372点 成交额已经有180亿 稍后回来 仍然有我们的问答环节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再见